而港队的乒乓混双黄金组合 黄振庭和杜凯勤 在巴黎奥运创下了历史性的夹击 虽然与奖牌擦肩而过 但他们仍然凭借着默契 信任和坚持 成为世界排名第四的混双抢手 而这对11年的大党都还没有退役的打算 将会继续在国际的赛场上并肩向前 世界排名第四的港队乒乓混双组合黄渡沛 在巴黎奥运一路过关斩将 最终不敌韩国组合止步四强 虽然与奖牌擦肩而过 但他们仍然创造了历史 取得港队乒乓混双奥运最佳成绩 因为我和亭哥都是两个右手 在混双里面 其实打到最高水平 都会见到是一左一右 其实我们可以去到前四 我觉得是世界最顶尖的水平 我觉得对于我们来讲 都非常不容易 靠的是一个默契信任和配合 事实上 杜凯勤近年一直受右手手肘伤患困扰 在备战巴黎奥运时 更无奈要降低训练强度 而他的咬牙坚持都看在搭档黄振廷的眼里 无数香港市民为这对实力组合惋惜 却也期待他们能继续向前迈进 将只有一步之遥的奥运奖牌收入囊中 但即将满33岁和28岁的黄杜沛 是否还有信心化遗憾为动力 重击下一届奥运呢 我都不小了 如果他想打有信心打的话 应该下一届都还是当打之年的 我相信 我都希望我尽力去保持到我自己的体能 和技术上面的水平 听到那个写定权是在我道路的 我评论你已经准备了 我随时再打 我是准备了 今天他这个箱 可能现在会有多一点时间 主要都是要他的箱势会好 因为这个都困扰了他一段时间 搭档11年继续并肩向前 黄振廷曾说巴黎奥运那场铜牌赛 是与阿杜发挥的最好最稳定的一次 杜凯勤也说 近年和廷哥沟通越来越多 配合越来越默契 稍作修整过后 他们将在9月底 踏上世界拼连中国大满贯的赛场 并在10月征战亚洲锦标赛 这几年廷哥和我的沟通多了很多 对我的包容也都很大 这都谢谢 凤凰卫视陈其漫香港报道